我聽塞米爾小姐說起過 你們那邊有高山海洋 還有冰川和雪原 可是對像我這樣 出生在維拉的人來說 能看到的 只有光秃秃的沙漠 和無邊的荒涼 第一次離開禁毒時 我問父親 這 就是我們的家園嗎 父親卻說 沙漠 從未被馴服 我們只是犧牲於此 像一群迷途的人 受著搖搖欲墜的希望 長大後我才明白了父親的話 往昔文明的痕跡 早已褪色 阿比斯 那些自灰色深淵中湧現的夢 他們奪走了本因屬於我們的未來 這是一場看不到鏡頭的戰鬥 讓我們存續至今的 是那些掩埋在黃沙之下的勇氣 那些 已不再被人緬懷的犧牲 但我會記得他們 記得他們崇高的理想 和未經的使命 和未經的使命 我時常在想 靜度 究竟是庇護所 還是一座誘人安眠的墳墓 我不曾留戀於這座城市的鋼鐵霓 因為我肩負的責任 與這裡的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希望有那麼一天 等所有這些麻煩的事情都解決之後 我可以踏上新的旅程 去看些不一樣的景色 我知道 還有 還很長